假如今天是马华的原田路斗行站医院,或者是郑和马华的领袖,打电话给我说要过来我们行动党这边,乘上一些备忘路,或者一些抗议书,我都非常欢迎的,一开门,然后叫他请他进去了解一下,而且今天有什么居民不满,要来见我们,我们都是随时都欢迎,而今天马华没有任何的,之前的任何的目的, 来这边,根本就是来展示,要来行动党这边,来找杂,所以我们行动党也不是这么好进步的,不是这么好进步的,我们要让马华知道,什么东西,什么一个政党,什么东西,一定有它的一些,一些正式的证信, 他们一定要把今天他们来这边的,是跟今天早上居民针对他们没有得到这个水灾的陪伤,然后不满,而再大不了,要求一个交代的,要把它等,相等而论,这个是不可以成为理由的,不可以成为理由的, 假如明天我们也不在通知真的情况下,不了解明天我们召集三几百个人去马华的大厦,像他们这样子去拉布条,这样子去做的话,我觉得这个行动党就讲不过气,讲不过气,今天我看得到没有什么居民,没有什么,纯粹就是他们的党员。 今天早上你们去顾布是有通知? 顾布,谁? 他们那些,那些居民已经,已经整个那个图达拉斯巴,所以今天为什么警方会有几十个人在那边等的,就是已经是很崩癌的,每个人知道居民要去拉搭不了, 我们我身为志气的国会员,梁山也是布达拉斯巴巴的居民,听到有居民社会的人要去那边,中几十个人,我们一定会过气、关心,也是确保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 假如当时有马华的领袖下来,要求居民上去去跟他们对话,我们都会非常欢迎,要不要我们安平,不要紧, 可是没有看到的,就是整个就让居民在那边,短暂了几分钟,几分钟的,表达了他们的感受,表达了他们的不满。 所以,警方也在非常,整个非常,可以说是很和平的方式,他们只是去拉个布条,然后我们代表居民讲一些话,就是这样子的。 今天是同样的心智,我们行动党也不会感到这么不满。 可是看到今天,纯粹是把我们的党员,召集一些民党员,要来采偿的话,我们要让他们知道,假如他们要这样子做的话,我们行动党随时都可以这样子做。 虽然我们不正宗种做法,我们随时也可以这样子做,所以叫他们也要了解一些,我们的拥赖也是有限的。 我是假司机的国会员,司法院是国大拉斯曼娜州医员,州医经的助理,我们三个行动的人在那边。 警方很多,完全不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,所以加上那个居民下去,最多也不是等12人左右,不会出这种事情。 今天来的,假如他们是针对国大拉斯曼娜州医员的不法来投诉,今天我看到,那一个是国大拉斯曼娜州医民。 全部都是马华党员,他们调来的五种人士,那一个是国大拉斯曼娜州医民。 所以,这个整个都是不给商庭评论的,今天是政党在招杂的。 那,国大拉斯曼娜州医民,他们刚才是有讲说,他们今天来那个和平请愿的部队啦,是,呃,是说那个Petty,国大拉斯曼娜州医民没有在选区里面服务,就是他们是针对这个,为那个国大拉斯曼娜州医民打暴不平。 他假如是为国大拉斯曼娜州医民打暴不平的话,他们,大家可以很放心的,来接大选,他们在国大马拉斯曼娜州医民的声望很高。 这一点,他们自己应该感到非常高兴,他们不可能会这么好心的,来保护我们的议员,这是马华必须要拿出诚意来。 这个是他们真想啦,真的想说,哦,因为啊,我发现,你在那边比较弱,快快去补回去啊,确保你,现在就胜更多。 这是不是马华的用意?不要,三岁小一子啊,我们在第一天他的争执。 所以这个不要讲。他们,针对今天早上的,他们,假如是说,他不满我们整个的州医员。 马华的,又真的要代表人民的话,欢迎他们,随时联络我们,随时可以呈上,把他们的备忘给我们,以真正的管道来,我们非常欢迎。 或者是要进行公开的辩论,公开的辩论,我们也十分欢迎。 啊,场所可以安排,哦,只要不需要驻赴风,让我们去跟赴风商量一下,都可以。 可是这种做法的话,等于是,他是不是要挑起我们行动党。 今天你们有没有看到,公正党、回家党的人来这边? 没有,是我们行动党的党员,知道行动党,有人要上到行党的办事处来找张,他们都过来。 这没有,没有,包括我们的印度党员,全部都是行党的党员。 没有,没有的,我们不想他们要调到胡桶,调到谁来,我们不需要的。 假如今天是马华的问题,马华那些要代表国达拉斯曼达,只要,谁是国达拉斯曼达的? 林荣德呢?林荣德带一些马华的人来,十个八个来,来见我们,我们都非常欢迎。 非常欢迎,有什么不满的,不用拉这个布条这么简单,做完整的报告啦,那一件事情,那一什么,完整的报告给我们。 我们会把它,最好的,让我们事先知道,我们会安排我们的,该区的议员,也来这边,可以解释,应对你们。 像你来,周一清不是,你说你找不到周一清,周一清昨天来跟我们一起吃饭。 周一清的电话,我现在可以打给你头,周一清还在马华,不是吗?你来行动的办公室吗? 你故意要挑起什么东西?这是我们不会允许,它会发生的。 我们不会允许发生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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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 ry ق,。